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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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借由推广跟教育 把同管乐器推广到台湾每一个角落 有一群外国人组成了泥滩地乐团 利用塑胶盆洗衣板这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做成乐器 来演奏爵士乐 颠覆一般人对于乐器的想象 他们的表演融合了东西方元素 碰撞出充满台味爵士的新火花 轻松悦耳的爵士乐飘扬在耳边 为午后的大道称注入不同的异国色彩 挂着一面写着保岛麦药秀的旗帜 由一群外国人组成的泥滩地量人在台前卖力演奏 吸引大批观众聚集观赏 开心地跟着音乐一起跳舞 仿佛来到了一场街头派对 因为它就是什么保岛麦药秀一些很在地的感觉 那我就会觉得说 它的这个团就是很台湾味很重 他们乐器特别的地方是 看起来都是就地取材 例如可能有水桶或者是那种一般的喇叭 或者是锅碗瓢盆都有这样 我觉得很特别 泥滩地量人的鱼鸡遍布台湾各地 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保岛 增添了许多不一样的趣味 也因为这样的紧密连接 就连团民都是取材自他们落脚的台北盆地 台北常常有下雨 然后因为我们团员都以前都很喜欢去爬山 打乐器 在山上一边唱歌一边玩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常常去那边 有碰到那个泥滩 泥滩的那个状态 有着西方的随性自然 融合对这块土地的热爱 十几年来 泥滩地让人用音乐将东西方元素巧妙结合 在各式乐团林立的当今 创造出属于他们 独一无二的台未爵士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啦 不再来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